朋友们好,欢迎光临吃烟游食的频道 沃绳是最容易种植的蔬菜之一 我从上一世纪开始在后院种菜 年年种沃绳,年年大丰盛 但是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 今年的秋沃绳没种好 往年到了十月正下旬 我的沃绳都是这个样子 一片丰盛的景象 今年的沃绳到了十月初就开始抽台了 几十年来我种的秋沃绳品种都是Spring Tower 很好的一个品种 管理措施也一模一样 那以前的秋沃绳不抽台 今年的秋沃绳为什么就抽台了呢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以前我都在8月12日预秒 今年是在7月28日预秒 虽然只早了30天 但在沃绳来说 也许花芽的分化提前了几天 所以早早就开花了 第二个原因 今年8月份的前三个星期都是高温天气 温度比往年高几度 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沃绳在十月初就开始抽台了 抽台的沃绳就开始慢慢变空 不继续长出了 从今年的教训看 即使种了几十年蔬菜的老农民 也不能没收成规 而是要早上听广播 下午看报纸 晚上写心得 必须明白 人类在进步 全球在边缆 每过几年就要微调 沃绳育苗的日子 避免沃绳还没长出 就开始抽台了 那明年具体怎么中秋沃绳呢 第一 推迟沃绳育苗的时间 我计划在8月7日育苗 8月7日刚好是星期天 是沃绳育苗的黄道节日 第二 除了Spring Tower 我准备最终一个抗热的品种 如Summer 38 我希望通过特殊育苗 以及同时种两个品种的沃绳 到了明年枫叶变色的季节 我彻底的沃绳 又是郁郁葱葱的样子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强调一下 种菜小本本的重要性 哪一天一秒 哪一天一日 这样的重要日子 一定要在小本本上记下来 虽然现在网上 有很多种菜时间表 但每个地区不一样 同一地区也会有差异 因此 即使总结自己在后院种菜的经验教训 才会种出最高层的新鲜蔬菜 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请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